为了推广地方产业转型经营 许多知名企业都将自家的厂房转为观光工厂 打造另外一片观光市场 而在新北市有27间的观光工厂 光是在淡水最少就有5间观光工厂 而其中以传统食品制造业闻名的登峰渔丸 在2010年在经济部观光工厂计划的辅导下 将生产场区改为登峰渔丸博物馆二馆 打造出一座寓教娱乐的渔丸天地 不过今年却不续平 将结束这个地点的观光工厂经营 观光工厂是2010年开始的 成立到现在 事实上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工厂这边 就是这个中正东路 红树林 中正东路的 延前汽车验车场楼上 一个在老街的妈祖庙斜对面 两个地方同时在操作 今年如果我们这边不续平 是因为这边在楼上 大家参观比较不方便 所以干脆把所有的 全部移到老街那边 这边就不再续平 老板林国锋表示 其实在淡水登峰渔丸 原本有两个地点可以提供参观 除了最早成立在老街上的渔丸博物馆 另外一个就是生产场区 在中正东路的科学园区大楼当中 但就是因为厂区身处于科技大楼的八楼 地理位置不尽理想 因此老板也就将所有能够提供参观的设备 移转到老街的博物馆 但是在观光工厂的条件当中 地点不在同一处 因此也就不能参加经济部的观光工厂辅导计划 老街那边还是一样 自由参观 要DIY的话要事先预约 假如解说的话也要事先预约 我们做很久了 我算是第二代 所以当初做到现在已经六十几年了 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做过路客的生意 甚至有一次是路客来到我们这个博物馆 因为没有人在 所以他自己开灯自己看 你们有吓到 我们真的吓到 怎么有这种人 会有人千方百计想要来看 学一下东西 甚至还有政府首长 带着书记带着秘书 一群人来 就是千方百计要学这个 我们老街那边属于自由参观 莱克亮 讲起来还是原地踏步 没有增加 对于外传是否受到路客来台减少的关系影响 对此老板否认并且表示 路客对他们来说不是主要客员 还曾经有对岸的高官 想要用参观名义来学习渔书技术 但不论如何老板林国锋坦言 在这几年观光客的数量确实没有增加 但是少了观光工厂的补助 老板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到老街上的渔丸博物馆来参观 记得许多安逸在学习报道 感谢您的观光工厂的渔丸博物馆